今日,亚运会赛事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中国游泳名将孙杨,已经拿下了三块金牌,然而每次让他上个板头条的却不是金牌,而是在他在领奖台上穿的领奖服。 北京时间8月19日,孙杨夺得了200米自由泳的冠军,在领奖的时候,国旗掉落,孙杨要求组委会重新进行一次升旗仪式,这本来是一件值得赞良的事,然而没多久,观众们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同样来自中国的季军获得着季星杰和孙杨穿的衣服完全不一样,同一场颁奖仪式, 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两位选手穿的领奖服完全不一样,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原来,孙杨自己的赞助商是360亿度,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赞助商是安踏,所以孙杨自己游泳的服装可以是360亿度的,大领奖的时候按规定,要穿安踏的衣服。 此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认为孙杨此举事不尊重合同,没有契约精神,对此,安踏官方也发声表示,这是严重违规的行为,相信中国代表团会有公正的处理决议。 第二天,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0日,孙杨在八百米自由泳项目中再次夺管,这次领奖的时候孙杨穿了安踏的衣服,但他又拿了面国旗贴在身上,安踏的标志上,还贴了面小国旗,这次舆论的反响更强烈了。 很多人认为孙杨拿国旗,做挡箭牌是对国家的不尊,折腾了两次后,你觉得孙杨会妥协了,然而并,没有,在昨天,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1日,孙杨在四百米自由泳,的项目中再次夺管。 这次他穿了安踏的衣服,也没有屁国旗遮挡,但他全程拿了个吉祥物放在胸前。 没错,那就是安踏logo的位置,孙杨这明显就是要杠到底了,就算我不穿三百六十一度,也绝不让安踏的logo出镜。 那么孙杨为什么要做得这么绝了?他跟安踏有仇?那肯定不是,一切都只是利益的驱使,只是品牌间的博弈罢了。 在详细分析孙杨这么做的原因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件世界体大上曾发生过的类似的事件。 第一件是1992年,由乔达领衔的孟一队,在奥运会夺冠后的颁奖仪式上,全队人都披了面星桥起上的领奖牌,不明真相的观众以为,这是爱国的行为。 但事实上,包括乔达在那个孟一的大多数球员都是耐克赞助的,而孟之队的球衣是一交名为冠军的品牌赞助的,因此乔丹等人批国旗,完全是为了遮挡logo。 从那以后,用国旗遮挡竞争品牌的logo成为了常态,包括这次孙杨第二次领奖的时候,第二件是在中国CBA的赛场上。 在2016年11月的一场CBA常规赛中,义建林在一次进攻后脱掉了脚上的鞋并扔向了一边,然后直接离场了,义建林对此给出的理由是鞋不合脚,影响发挥。 但事实上是,义建林签的是耐克的球鞋合同,而CBA官方签的是李宁的合同,这明显也是一次商业竞争行为。 那么这两件事,都是怎么处理的呢?第一件可以说是不了了之了,因为毕竟没有不准批国旗的规定,第二件中义建林被竞赛一场,广东对被罚款5万元,之后耐克与义建林方面付了李宁一笔钱, 然后允许他在赛场上穿奈克的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事的当事人,都没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失,品牌效果却达到了。 那么这次森娘事件会怎么处理呢?如果小打小拔,难免以后还会有人效仿。 如果重罚,对于这样一位金牌收割者般的选手,总局你舍得吗?很多人会说按规定办事,可规定是什么呢? 鬼定只说了要穿按大的领奖服,却没说要是没穿怎么处罚,这也给了选手分路动的机会。 同时,具体怎么处置,也变成了总局一句话的事。 再说回今天的主题,森娘为什么投这么铁,冒着被严厉处罚的风险干政事? 俗话说得好,无理不起早,孙娘这么做肯定,是能从赞助商,那拿到巨大的好处的。 至于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好处肯定是能够足以弥补那些可能的处罚的。 此外赞助商也不傻,每个赞助商旗下的运动员都有很多,但我们可以看到,会干出这种事,的都是超大牌的选手。 因为赞助商就赌你总局不会重罚这些选手。 此前的事情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次,不知道总局会给孙娘开出怎样的罚单呢? 孙娘作为一个运动员,毫无疑问,是一个顶尖的,超一流的选手。 他已经赞各项赛事中,拿下了1020多枚金牌,这足以证明其实力和定位了。 但孙娘比赛之外却是负面消息不断,这样不停的消耗外界最奇的好感度,迟早有一天会被所有人抛弃的。 对于这一次孙娘做出的违规行为,竟然还有粉丝,认为无所谓,认为他夺了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大叔对此表示,看来脑残粉真的是什么圈子里都有,当然,这终究只是两家品牌间的博弈行为。 有些人把这事上升,倒影响国家利益的层面,那也真的有点怕上风上线了。 最后,让我们尽等总局的处理结果吧。 小薰